我们最后一个说导引 这个导引呢 分为两种 一种是外在的 身体的直接的导引 你比如说 正骨 牵引 用这个牵引颈椎挂着 挂着腰 拽 隔着矮就拽 这个外在的这些东西 是一种方法 也很快 但是他 有的时候挣不挣金 他就不行 这个金他扭曲着 正当时回来了 然后时候他又 弹簧一样皮筋嘛 他又撞回来 这就是金软 柔弱成钢琴 你这个导引 这些东西 包括引体向上 包括什么 拉伸 是有好处的 有一定的好处 对气血 你看那个 这个 这个能体财差 是吧 这个对你 这个自然是一个好处 身体这个气血 容易通畅 经络通畅 那这个 光是外在的 行不行呢 也不行 现在的瑜伽 就是告诉你啊 就这样 身金把骨 中国武术讲 身金把骨 其实女人是 也是一样 舞导引 也是这个导引 而且他的起源 我们都会讲 这些所有软功硬功 男舞女舞 起源都是一个 他这个导引外面之后 就是用意念导引 什么叫意念 这个就是人的这个 第七 三魂七魄 最后一个掌管 这个意识 你导引到 就是你意念在这 这就会发迹 你会发现 人很多东西 他都想出来 你看现在 有时候有异症 异症 其实很多病治不了 他就异症 你不要说上来 什么东西 那个真有 但是 就是说 他本来没有怀孕 你现在 这个 他就肚子就大了 他就大了 我认为我怀了 他就怀了 时间长了 他就大了 怎么搞 搞不清楚 科学就无法证明 这个 二战 就是死刑犯 就是给你 拿这个 拿一个 菜刀的背面 给你一划 说放一个水龙头 滴水 说说你这个血 正在流 他们几个 已经怎么样了 轮到你了 那他就死了 你就死了 怎么死 死就死了 一年 很多时候 这个病啊 你这个意念 如果是 两种方式 一种是 你转移注意力 你有病患 有病没有 就想就没有病 或者说 我就会幻想 我江泰公在死 正神退位 泰山时敢当 谁敢当 我敢当 就是 助力你这个信念 他真的就是一种力量 就是管用 还有一种就是说 你就是专业在这方面 我就专 就是我一年 比如说这病了 我就专在这 他就起作用 这个又上升到这个 比注意更高 就是说 这个删了 善意形象 不是杀了 甚至说一些 符咒啊 一些那个法术神通 这些 那常人就是 他只能 领会到其中的意思 但是他没有那个功力 我们都学慢慢练 有些会到你的国位 到你的积德行善 他也会赏你 也会自然 有的时候教你 梦里 一下就会了 不用你那个 这个 就是说 那就圣人传 一下你就会了 什么都会 什么功都会了 就像我 什么都不动 一下 你记不住动了 没关系 一下就会了 他自己就会动 自己就会去找 他气息带着你走 你不用动 分为有心 我